黑暗的蒼巴都要被解開 但民進黨一定要痛定失痛 緊急召開黨務會議 賴清德面色凝重 因為民進黨性騷吃案風波 又爆出第二莊 第二一八 喂喂來投票 過去領軍民進黨國務卿的 就是時任青年部主任蔡慕玲 有位青年部前黨工PO文指控 2020年間被陳姓同事性騷 上報主管蔡慕玲 她近回你給人家燒到還關門 誰不把這門撞開 且雄性動物追求異性不成 會傷自尊你要多體諒 黨工還抱怨蔡慕玲 接著就各種刁難欺辱 讓她身心受創 還在黨部昏倒 更求助身心科藥物治療 直到退黨事情就不了了之 而這位陳姓加害者 現已轉職記者 蔡慕玲則任職 勞動部次長李軍醫辦公室基要 得知事件將曝光 一號晚間火速請辭 她說可能會有人爆 那會影響到勞動部 那我告訴她的就是非常簡單 就是面對接受 不過蔡慕玲不只吃案職場霸凌 本人還遭暴曾經也是加害者 在參會上不顧他人意願 頻頻牽起其他女黨工的手 實質緊扣 蔡慕玲發聲明 坦承曾因管理不當 按黨內的規定受約談 對於造成的傷害感到後悔與虧欠 但再後悔也抹不去受害者的傷疤 民進黨已經成立申訴窗口 可直接向秘書長申訴出外 姓名部也已經成立專責信箱 我可以承諾也可以保證 只有我一個人能夠去收發信件 立即啟動最嚴厲的黨紀處分的程序 當中央回頭追究 這回得好好為性騷受害者 撐其保護傘 立刻下載靜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